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条件成熟了 内外有人 他准备分两路 前面攻山 后边偷渡 攻山呢是白天 偷渡呢是晚上 这就声东击西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黄天霸安排好了 他知道赵碧和这个范大勇 这两位在里面当内英 前面安排好了 这个小白龙溜虎 神眼集权 包括珠光祖 他们就集中了这四百官军 在连环套的下山口 那个地方有一个空场 也就是豆尔敦和黄天霸 比武的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把官军 集中起来了 四百官军呢 加上后边的攻山 八百官军一共 说这些官军在哪住着 光礼价镇或者礼价殿住不开 连环到周边很多的村镇 包括镇子都住下官军了 这官军住下之后呢 就等待着吩咐 今天这四百官军集中了 就集中到这个操场 这个空地来了 队伍集合好了 集权就说了 众位 今天咱们到在一起了 现在就请我们这个 小白龙溜虎 给大家讲话 小白龙溜虎就上来了 众位 你们都是来这个宣化府 来的这个官军啊 宣化府的官军啊 整天操练呢 苏化讲啊 扬兵千日 用兵医师 你们扬兵千日 千日完了 今天 到了用兵医师的时候了 这用兵医师干末 打连环到 这个连环到上边 有一伙子匪徒啊 这个债主呢 他叫豆尔敦 这个豆尔敦呢 他带着仙子没事了 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虽然要骑马 你就老实的在那骑马得了呗 他还要骑皇上那个马 他跑北京去了 到北京那个狱马院啊 把康熙皇帝那匹宝马 他给偷来了 这个宝马一偷来之后 他想骑皇上的马 你说 他骑皇上的马干磨呀 骑皇上的马偷盗啊 街道去 那皇上要是知道了之后 能高兴吗 跟诸位说呀 康熙皇帝知道了 发现这个事了 发现这个事之后 降了一道圣旨 给北京顺天府的福尹 施舍伦 把圣旨降下去了 告诉他们 限期破案 一定要抓这个盗马贼 盗马贼是谁呀 斗尔顿 这个盗马贼开始 我们不知道 到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这个斗尔顿啊 这个御马就在这山上呢 可是呢 这山上人挺多呀 听说有好几百喽啰 今天把诸位 集中到这里之后啊 咱们就正式的 攻打连环套 攻连环套为摸呀 攻下连环套的 就得戳捉斗尔顿 活捉斗尔顿 就得把那个御马要出来 把那个御马要出来 签回到北京城 交给康熙 众位知道吗 我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我们这是给皇上干的事啊 皇上一高兴啊 众位都有赏赐 知道吗 大伙说愿意干不愿意干 大伙一心说 好愿意 还跟这位说 这个山上啊 都是一些露兵 露兵是干磨的 露兵就是匪徒啊 强东西啊 强男霸女啊 什么恶事都做 咱们要攻山了 这个山上这个匪徒 他肯定不让攻啊 不让攻 他们就得挡着 据我所知 这个账面有三道寨门 三道寨枪 这个三道寨枪呢 王上公 他们山上有方位啊 什么滚木啊 什么雷尸啊 挥瓶炮子啊 什么乱按键啊 镖啊 锈键啊 什么都有 所以咱们大家攻山的时候 也得小心着点 知道吗 为什么呢 你们都是家里都有妻儿老小 人生在世都是上有父母 中有妻子 下有儿女 对不对 虽然是当了兵的 家里还都有人呢 但是可有一样 攻山之寨啊 咱们攻着看 要是能攻上去呢 我们勒鼓助阵 你要攻着有困难 一看上面滚木雷石下来了 咱们就下来 不不能硬拱 硬拱把命搭上了 是不是 他们就倚仗着地势天险 所以就在这里胡作非威 啊 中外听明白了没有 大伙人都听明白了 小白龙刘虎做了一份战前动员之后 吩咐着立即出动 这说立即出动 旁边战鼓就瞧瞧 动动动动 战鼓一敲 官军开始往这个连环套山上攻 往连环套山上这一攻 其实啊 他有他闹得挺欢 是 上边 豆尔敦早就知道了 而且知道下面官军集合 今天准备要攻山了 前山的寨主 是好天标好天豹 这哥两个 豆尔敦告诉好天标好天豹 你们两个多加防范 多准备滚雷石 别让官军攻上来 这么一来呢 前山这一发起第一个攻势 战鼓雷动之下 杀 官军往上一用 这山上面这楼楼 稀里糊里 那个滚木 连环套这个地方不缺滚木啊 那个树随便发呀 早就发些树来 树头砍掉 两头找齐 那就叫滚木 居高临下 滚木往下一滚 官军上来 那滚上就得完 不死就得伤 雷石呢 石头有的是 连环套这山地 要哪都是石头 抠出来就能当石头石 不过这个石头呢 得需要打一打 这石头也能滚下去 有的时候 拿石头往下砸 就这个样子 冷兵器时代 守卫山寨 就是用这种手法 这么一来 滚木雷石往下一滚 下边小白龙 六虎就翻过 敲落 哗哗哗哗哗 一敲锣 明军收军 官军又撤下来 官军一下来呢 这滚木雷石都下来了 这一批滚木雷石下来之后 刘虎说 歇会儿 待会儿咱再敲下 接着再攻 雷鼓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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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一雷鼓 上门开始滚木雷石又下来了 这回小白龙刘虎 告诉过你 先别上啊 这鼓咱敲着半 让他那个滚木雷石啊 愣多了之后啊 他那也缺货 是不是 他自个再找去 来不及了啊 所以就用这种办法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把前山寨闹得好热闹 这么一弄呢 窦尔敦在总寨上 时时刻刻 等候着下边传柄 下边报告 说官军正面 攻了一番 没攻上来 又攻一番 又没攻上来 有人说了 有的时候光敲鼓 他不往上上人 窦尔敦心里明白了 说你们这个滚木雷石 注意留用 不要光听他鼓 有人的时候 在放滚木 前山寨差不多滚了 快一天了 到了晚上了 定耕天之前 黄天霸就准备着 带一些人 奔后山湖 另外这四百官军 这是浅 涅足浅宗 暗地里奔后山湖 黄天霸跟赵碧 跟早说好了 赵碧来的书信就说了 你们从后山一来 我们准备着后山 去夺他这船 夺了船 让你们摆过后山湖 在后边上山 这算偷袭 黄天霸 官太 金德丽 贺仁杰 这几辈 随着带着四百名官军 在后山寨就来了 黄天霸 本着后山寨这一来 这个时候 何路通也跟着过来 何路通呢 是塞鱼营子 水里有工作 所以这几辈 来到了后山寨 到了后山寨的湖边上 没有船 黄天霸说 咱们在这等着 据我所知 他们准备定耕天之后 那个船 就想方向德国来 德国船来 把船摆过来 让咱们就上岸 但是船不过来 咱们过不了这湖 只能在这 爱心等待 黄天霸在这等着 这个后山寨 现在此时此刻 赵碧和这个吴氏飞 再加上范大勇 金英花 这几个人是内婴啊 赵碧早早的 就跟这个范大勇 和金英花两口子说了 赵碧说 怎么着 咱们得早半动他呢 关键是 您这东山寨 这一百多楼兵 能不能跟着您一块 倒反连环套啊 怎么样 范大勇说没事 我集合开个会 先把几个头目叫来 十六个小头目都叫来 倒在他这个距离厅这儿 忙着一坐 范大勇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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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 今天是个特殊情况 也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这个日子 决定我们 助为每个人的命运 啊 什么事呢 范大勇就看了个金英花 夫人 你个大伙能说明白 我 我这嘴笨 说不太明白 怎么样 你给说说 金英花 沉稳的沉稳 看了看这几个小头目 诸位 你们都是范大勇 手下的人 对不对 跟着你们范寨主 干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 我跟你们说 今天到了 转变的时候了 为什么转变 听见没有 前面攻山了 谁攻山 你们知道吗 官军攻山 官军攻山 攻了一天 没上来 现在我就问问几位头目 你们估计着 这官军攻山 能不能上来 咱们这个连环套 能不能保得住呢 诸位 你们说 谁先说 这几个小头目一听 这小头目心里边都明白 够呛 官军 听说来了好几百人呐 这连环套 咱们这个人 没有人家多呀 前面也是 攻上来 那有可能 但是这个时候 谁也不能说 这丧气的话呀 小头目心想 不知道这个金花 这金夫人 怎么想的 这个 这个至于 他能不能攻上来吧 反正这个事吧 是那么回事 这个事他要攻吧 他要上来吧 他也就上来了 他要上不来呢 也就上不来了 废话 那就怎么说呀 上了就上了 上不来就上不来了 两头都堵啊 我就问你 你说这个山 能不能攻上来 咱们能不能把 官军堵住 金夫人 这事 我们怎么能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问你们 看过水户传吗 梁山一百丹巴将 水不梁山 水不梁山一百丹巴将 有那么多的楼兵 最后怎么的了 最后怎么的了 你们知道吗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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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那不都 都被招安了吗 梁山一百丹巴将 都被招安了 你们说 我们这个连环套 比那一百丹巴将 怎么样 我们这连环套 比一百丹巴将 我赶不上一百丹巴将 咱们这里 也没有武松 也没有鲁之身 也没有宋江 我赶不上 是啊 我们赶不上 赶不上一百丹巴将 就那一百丹巴将 那么一多英雄 千名楼兵 最后不还都归来送了吗 让官军都给招降了吗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知道你们一个人小心眼都想着 不知我们怎么想的 我告诉你 我怎么想的 我就琢磨着我们 这个连环套守不住了 官军早早晚晚地打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总嫖把子 到了康熙的御马了 把御马到来 这样是这个事没有结果呢 能行吗 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守不住了 咱们得想点退路啊 你们跟你债主这么多日子 说实在的 跟债主可以说是同患难共生死的好弟兄 事到如今了 你债主有退路 就看你们有没有退路 你们有退路吗 我们有退路 我们退路 我们就回家呗 回家 官军要上来把你们都逮住 回得了家吗 回不了家 你们都是罪人 哎呀 你们债主对你们不错呀 你们债主有了退路 还都想着你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众人马上回去 告诉你们的罗兵 怎么的 今天晚上 咱们就反了 我们就 倒反连环套 咱们上那个水寨那 把战船给他夺过来 外边 有官军还在后路呢 后路的官军 已经跟你的债主联系上了 你债主带着你们大家伙 一起投降 归顺 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北京时间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想看谁呀 您做主 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 或者是想看到的作品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 在近期节目中为您安排播出 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校童剧场 让我们每天开心 乐不停 一般来说呀 将传统向上改变出一些新的内容 一般都是一对一的改 也就是在一段传统相声的基础上 改变成另外的一段 但是王月波 何云伟和李京 有一个作品叫做《说文解字》 是将传统相声 《双字一》和《找五子》二合一 那把两段节目 加工成了一个作品 可以说是算得上 一个文字游戏类的相声的合集了 而且还取得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来回字印行吗 喝 要刷别的我们俩差一点 这字印上 这是最拿手的呀 打手背上了 还打手背上了 善茶 是 得嘞 去说到这了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 哦 何为双字印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得拆成俩字 嗯 哦 解这俩字上啊 说这么两样东西 嘿 您可听明白了 你说 两样东西 可是一样的长相 哦 一个模样 一个模样 可是两样的叫法 哦 瞧瞧 说出来 何者押韵 前言搭后语 倒是有点难度 难极了 嗯 谁先来呀 我头说呀 您头说 哎 您要头说呢 我就二桌 二 行 那你们俩先吃吧 我不忙 我等三桌 扣着十呢 是怎么着 谁呀 三桌干嘛 您不是头桌吗 我头说 哦 头说 师我说 你知道吗 哦 不是 您第二个说 我接着您 您第三个说 那行 好吧 那您先来一个花生 哎 我们先瞧瞧 什么叫来一个花生啊 不是 举个花生什么的 那叫栗子 举栗子 那叫举栗子 哎 花生类的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这就快乱了 这时候 给你们作笔成样嘛 是 嗯 我说他们一个林字 哪个林呢 森林的林呢 哦 二木林 啊 树林的林 是 说是林字拆开两个木 不错 嗯 嗯 对吧 好 对 对 你你你上那边带会儿去 怎么样 你啊 我上哪边待着去 你这戏皮笑脸呢 你这 非常的幽默风雪 还滑稽 这仨不一样吗 这不 是是是是 碎嘴子 这很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 它能是两个木 你说这多有意思 你听着这都可乐 啊 这有什么 这就是要拆开两个木 笑点太低 说这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 配房柱 这两样东西看着 他也乐了 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不然大伙 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就是啊 人家花钱瞧乐的可不成 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 怎么样 不然这太笑话了 就是 别乐啊 别乐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房梁 还得前言搭后语 您说前言搭 说是我这根木啊 做房梁 这根木啊 做房柱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这容易啊 别瞧这容易 不好说 我也得说这字吗 当然说这林字啊 林字啊 你听得 说 林字拆开 两个木 不假 找这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是一个样的小船啊 配百度 百度 百度也是小船 也是小船 网络 什么网络啊 百度 还SOHO呢 什么烂七八糟 你知道还不少 百度船 百度船 也是小船的意思 我还以为上网呢 你别别别别别比伙 本来就跟啷娃熟似的 别比我厌 还抱拽呢 还你那 origin 这个前言大后语 我听听 前言大后语 好搭呀 说我这根木啊 做小船 那根木呢 做百度 哦 说得不错 是不是 我这木的整根就用 您给这破开了 破开了 有点意思 行了 这回该您了 啊 该您了 该我了 哦 该我了 该我干嘛 说 好好好 风趣幽默还滑稽 那是 什么根来说 林 林印拆开两个木 这还带深短的 对吧 对对 找这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 电线杆子配松树 别弄 就是 两样东西一样嘛 差一样 不一样 电线杆子 别比划 电线杆子 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有 有磁珠 磁珠 这是磁罐 对对对 您说这松树啊 松树 外边有皮 上面有汁有印 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没关系 我能修理 还能修理 修理就一样了 我听你怎么修理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 砸了磁罐 淡舌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配那个 削了针 取了印 扒了皮的松树 费劲 费劲不费劲 好家伙 怎么样 前言大后语呢 那就更说闹了 你看底下都热了吧 还真有知音 这边是砸了磁罐 顿舌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那边是削了印去了枝 扒了皮的松树 成了 这就算您说上来了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还有吗 当然了 下一个字什么 这回说这盐字 盐 那个盐醋 那拆得开吗 那个 那拆得开吗 您说的是哪个盐的盐 盐热的盐 俩火字 对了 那您说说我们听 说是盐字拆开了 两个火 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鸡蛋 配白果 知道 白果 天津呢 管这个握鸡蛋 行行 握个白果 行 甭刀口了 甭刀口了 就是一样 我们都理解都懂 人大伙都明白 我怕他不懂 他也知道 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白果 对对对 前言搭后语 我是这伙煮鸡蛋 这伙我握白果 得双份的 那今儿就得我主演吧 今儿子 主演又什么 该您了 该我说了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好 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 鸭跟鹅 你听见什么了 你个乐 鸭跟鹅 多可乐 可乐什么可乐 我喜欢小动物 您这甭下爱心了就 怎么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怎么不成 不一样 你说哪点不一样 鸭子个儿小 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 鹅能长十来斤 再说了 鹅有奔头 对 鹅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这词我熟 有包 有包 您这鸭子没包 有包没关系 怎么着呀 我会修理 你也修理 这活物不能修理 怎么不能修理 那鹅把包一拉 那鹅死了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去吗 那这包怎么办 我说那么修理吗 怎么修理 你听着 我听你怎么修理 鹅子拆开两个火 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太小母鹅 小母鹅 这母鹅它没包 真能对付 前言大后语 不是 这个火烧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 过 也够费劲的 这玩意 无费劲 烧鹅 烧鸭子 烧鸭子 太腻 干净了 干净了 这东西太腻了 那你甭管腻不腻 不如您这白果 是 差远了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 听我这个 说你的吧 该 该鹅字 对 鹅字 鹅字拆开 两个火 这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 鸭跟鹅 那是我说的 这说过去了 这说过去了 说过去了 说了吗 您这抄袭人就不成 我没听见 人家说半天了 什么 这你都说过去了 大个儿公鸭子 小母 那我得令着 好了 您单找 那个鸡蛋跟白果 有人说吗 我说的 好 行 一个样的 什么 说这个鹅字 颜字拆开 两个火 喊着没听明白 又说一遍 一个样的 你跟我 这有点胡来了 谁胡来了 你胡来 谁 我 对 就是咱俩 咱俩 差不多 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哪一样 咱俩这胖瘦 这个头 我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 一样吗 差不多吧 差多了 差多了 你跟我怎么意思 差多了没关系 怎么的 修理修理 这活人怎么修理 你听着 说这个鹅字拆开两个火 一个样的 你存着点腿 存着点腿 多点腮 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配上 我一天吃三斤饼 挺着点胸脯 一边揣一白骨的我 那个头怎么办 还得此一高瞪呢 我用你 还得此一高瞪 我用你 跟个头不一样 请人家修服就差不多了 前言大后语 一把火烧你 那把火不烧我 把我火捉进了 像话 烧我像话 你金烧 我金烧 我个儿大多烧会 是怎么着 您得说人话 您得 这多好 这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理解他那意思 您得开一砖厂嘛 给您再加一把火 希望您那砖厂办得活活的 你也火 我也火 是这意思 他没说明呗 咱们接着说 说这铝字 铝 金的啊 军师铝团营那 去你的 那拆不开 那什么铝啊 和铝师章的铝 姓铝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差不多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淡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我是大口喝淡茶呀 小口喝啤酒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那就喝醉了 酒量还不济 不灵 这是您说完了 跟您了 还有我了 说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 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配白脸藕 不成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不一样 象牙白的萝卜 有萝卜鹰子吗 有萝卜印 还有须子呢 对呀 您那藕 您那藕上有眼 知道吗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 那白萝卜没眼 藕还有结呢 有啊 这藕还有须子 对呀 对 帮帮比划帮比划 修理呀 这您也能修理 别忙啊 你这怎么修理 屡次拆开两个口 一个样的这个 拔了鹰去了印 捅上眼的象牙白萝卜呀 配这个 削了截 拔了须子的白脸藕 我是一口吃这个 削了鹰子去了印 捅上眼的象牙白萝卜 一口吃这个 去了截 拔了须子的 白脸藕 真不容易这家伙 行你能说书 有点素质 你知道 行行行 这就能说书了 能赚能 该您了 该我了 该您了 该我了 捋 捋 说捋字拆开两个口 也这样都这样 身体都一样 您这两个东西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不一样 不一样 贴饼子谁没见过 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 上面有嘎吱 两边见嘎吱 是 窝头 窝头上面加底下眼 圆的那能一样吗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你这也没辙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这么听它是没辙呀 怎么的就有辙了 用我们这个老家话 一说它就有辙 您贵处是 躺上的 那怎么说呢 你说的这味儿了 您注意听了 我们的追音 说捋字拆开两个口 这两样东西 一个羊儿的 你听那味儿 一个羊儿的 贴饼子 陪我偷 你听这味儿 这味儿不怎么样 口 头 哎 谢谢 是不是 不是 我们说这个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 说你这点东西不一样 修理修理 修理我怎么听呢 说吕自柴开两个口 怎么修理 一个羊儿的 结了咖这儿的贴饼子 他一去了街儿 堵手哭了样 拍变着 断叉了脖头 断叉了 说我大口吃那个 结了咖子的 这个贴饼子 小口吃那个 香蕾鸭组的 咕咕咕咕拍变着 断叉了 滚叉了 喝 哎呦 我妈呀 说净费的 行了 这别说了 您这一会儿 天津话一会儿 唐山话太乱了 多亂说天津话 哎 您要在文学上啊 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难度大的 哦 难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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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一回五子行吗 什么叫五子 每个人说句话 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 哦 练着说五句话 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 哦 哦 这个也没听明白 没听明白 啊 这么说吧 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名字 这名字得带一子字 这我不明了 令齐名字 从严起 根据这人的身量处根 木雅长相 脾气秉性 言谈举止 行动端方 根据他这性格 哦 那您先给自个儿起 我起出来这名副其实 大伙认可 自己叫得高兴 好 我这名字叫 大胖子 这还真是啊 名副其实啊 您您叫什么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我干脆就叫小兽子 我还跟您说 一会儿得报名 哦 还报名了 报名得汇报 怎么报 一排胸脯 单挑大摩哥 横打鼻帘 兜着当天气往外报 哼 得叫得那么心甘情愿 啥自肺腑 哼得头八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一直没人给起 今儿好不容易起成这名字了 那得来嘞 来嘞啊 那得来嘞 大伙计开始啊 您先来嘞 报完名可就说不死了 行了 各位 我叫大胖子 好好好啊 找五子 找五子 我这个什么 什么呀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扇子 这是一子了 有扇面子 扇骨子 扇轴子 还差一子 你看这儿没有 这儿还有一口子 也算 啊 献丝啊 对了 献丝也算 也算 这就算您说了 这就找上来了 这就到我说了 干人了 我也得报名啊 报名 还得这个拍胸骨 发自肺腑的 行嘞 各位 我 叫小瘦子 好 说五子 说五子 我呀 穿了这么一件大褂子 一子了 这个大褂子 有灵子 有袖子 有嘎嘎叛子 还差一子 还差一子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我这儿有一小口子 我这儿一大口子 您这现死 开气 开气 好了 行了 挺好 挺好 该您了 该我了 您活动 您在中间 还把我请到这儿来 我怕你跑了 报名吧 报名了 主要得听这报名 报名 还得横打鼻梁 横打鼻梁 一拍胸口 二 发自肺腑 心甘情愿 哎 哎我叫什么来着 装孙子 这叫装上 这叫装上了 谢谢 甭害臊子 行 我调整一下情绪 不知练的什么功夫 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说我呀 叫装孙子 好 说五子吧 我是一个男子 一子了 娶了一媳妇 对 没子 就是老婆呀 不那不是没子 她是个女子 这对付了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还差两子 一个是大胖子 一个是小兽子 对了 不管年轻人 还是咱们老年人 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大伙都喜欢听歌 不管新年不年轻 戏曲才是永恒的经典 我告诉你说 今儿我不管你 站在这舞台上 我就给大伙唱歌 那我还不管你呢 你看这鼓掌子 我就给大伙唱戏 按照掌声 不是您体会 到底哪一头的这个 唱歌 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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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唱戏 就得唱歌 那你就唱呗你 急了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给大伙唱一个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大伙都耳熟能详的 哪首 叫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唱吧 听着就那么温柔 唱唱 天下 你看这掌声 听着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请不要让深夜 陪我度过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在黑夜里 倾听你的声音 唱完了 我自己都逃罪了 行了 甭逃罪了 老师 你瞎瞎啊 唱的还行 对 看你这歌不懂啊 怎么了 唱的 那个 你这什么歌 爱情歌曲啊 那里边怎么有你丈母娘的事呢 你还用我丈母娘的事呢 你听刚才唱的词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可不是你丈母娘吗 你不懂 我们这句是问句 知道吧 我还问你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看就这么唱的 就这么唱的 看见没有 我说啊 那你要跟你丈母娘 你岳父乐意吗 别废话啊 你不懂 闺女说你不懂 你别胡说八道啊 谁不懂啊 我告诉你 就我这也比你那戏强 比我这强啊 大伙鼓鼓招 跟您唱歌戏怎么样 那也不懂 包公的选择 就三个 什么都没用 包公 扫娘 我穿的扫娘 笑流泪 你面的悲伤 杨老送中的陈子当 不念之后 地球是你带小的 唱出来就比你强 大伙那掌声还真是热烈 不过大伙您忽略一点 您这戏里 这说的都不是人话呀 我哪句不是人话 你张嘴就不是 怎么了 偷一句怎么说的 扫你 别动 干嘛 你让前排的大爷大妈妈 听听啊 什么叫扫娘呢 扫子就是扫子呀 娘就是娘啊 你回家管你妈叫扫子 管你爸叫大哥 这怎么说话呢 你大爷非抽离不可呀 你也不懂 怎么了 赤桑镇的选择 劝扫娘 包公小时候没有母亲 扫子把他养大的 老扫比母 所以说扫娘 您看你这戏里面不解释 大伙也听不明白 再不明别比你的歌强 不是我发现今儿 你有点较劲呢 较劲怎么了 你这样你是不服气吗 怎么了 当着各位平美和观众的面 咱俩来一回PK怎么样啊 我怎么个P方 戏与歌的大比赛 你说说 我唱一段歌 你唱一段戏 好 你唱一段戏 我唱一段歌 看大伙喜欢听什么 掌声谁热烈好不好 好啊 来一回 咱来一回 开始咱就不能干唱了 那你就喝着水唱 喝着水还唱得出来吗 什么叫不能干唱 我得拿点伴奏乐器 我还带着乐器 咱这敬夜 来吧 几位 拿乐器去了啊 大伙上来 看我们哥俩谁唱得好听 民主委大伙 给我们哥俩 好好的鼓掌 来吧 想起没有 我当什么呢 你看看 往这一站 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谁不认识 你告诉大伙 大伙葫芦吗 这还难我 你整个一切勺我发现 什么词汇的 什么叫大伙葫芦 这叫吉他 知道 六弦琴 六弦琴这行话都知道 知道 那我考一考你啊 按您说 六根弦的叫六弦琴 那叫一根弦的呢 独弦琴 两根弦的 二弧 三根弦的 三弦 四根弦的 四弧 五根弦的 电线杆子 五根弦的想法 有五根弦的吗 开始了啊 来吧 我给你一个音 你跟着我这音往上爬 还顺着音爬 那当然 你赶上什么唱什么 赶上什么唱什么 好不好 来吧 来 我先给你个音乐啊 三月里来 爱 三月里来 桃花开 心花儿白 月就花儿红啊 有指剑哪 烧腰木丹气开 哎哟 放呀 马那 虎一虎黑 嘿 嘿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睁开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嘿 小儿我自幼儿 许佩赵江 我和猪娃儿不认识 我怎能嫁他呀 我叫我的铁衣军把群推呀 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上一次劳魔会我看上了七八个呀 你说的不是刘巧儿的春树是个流氓啊 爱上了任意哥呀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都喜欢他做模范 认认地把他夸呀 从小爸妈就对我讲 妈呀 卖下来了 黄梅希她不是很好唱 模仿着大人身段模样 实现了我的理想 面对着爱情的考量 风促真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驸马的故事伴我成章 我的公子又在何方 未经无离朗 离家园 随了荒帮 种庄园 种庄园 着空泡 毛沙红花好啊 发好喜悬啊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忘掉忧愁忘掉那悲伤 自由自在深心多开朗 还挺好听的 挣着了也是啊 挣着了出三四啊 这里头放人家 我们两个起船门啊 转回神来 叫了一声他呀 你过来有点事 今天外边没有风声 我们两个人啊 起船门啊 当天去了个当天会儿啊 看一眼我爹我妈 你的那个老丈人啊 爱来爱爱爱爱哟 爱来爱爱爱哟 爱爱哟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微微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节奏才是最痛快 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微微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节奏才是最开怀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让我有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唱得最让人的成长方度分啊 你先别唱了啊 咱们大伙面问问 你这是最选民族风 你把我记抽风了 你别唱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以及北京时间网站